欧莉恩 我们无论我们能够为你 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价格 你真是严重的 我感觉很安静 我感觉你真是在态度上 听着 肖子 你做这个是钱的对吗 我也是吗 哪一项更重要 生活还是钱 当然 生活比较重要 一万 十万 甚至一百万 但是现在 我希望是一百万 或十万 生活比较大数 更多 这不是我的生活 也不是你的 当然是别人的 明白吗 但你别忘了 你不得了 自己的钱 赚钱 所以我仍然需要你 周莉安已经死了 现在 材购的商业 全是你的 当然 当然 的 借购的商业 全是你的 亲爱的 很棒 你不得了 好 我 他们 也不得了 我 先能帮你 把租金 产生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时生病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不管周恋是给谁发送信息 一定会用最简单的方式 像这个数字 228 如果是他们事先就商量好的代号 那我们根本无法获取任何信息 退一步讲 如果是情急之中的反应 那我觉得和手机的输入法有关 这种类型的案件我也有预见过 像这种九宫格输入法 每一个数字都对应着几个字母 如果输入228 就会出现这么几个单词 猫 蝙蝠 行动 那有没有可能 指的是凶手的身份呢 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周恋作为一个为钱卖命的人 他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 发出这种短信 如果他真的是为了提醒上线 那我觉得他还挺仗义的 是不是 案件所有的线索 全都中断了 千宁 我看不一定 我们不是掌握了一些周恋的 个人物品吗 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呢 这个案子 现在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足见 这些不法分子 是多么地丧心病狂 如果不能尽早破案 在后面 不知还会有多少人伤亡 老宋 这个责任 我们可承担不起呀 我得走了 希望下次来的时候 听到的都是好消息 听听啊 宋局 是 听听啊 是 听听啊 我是来找您跟宋局做检讨的 安和长的计划已经很完美了 是因为我跟丢了人 才导致目标死亡的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 来搞自我检讨这一套了 这对案件的进展 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的工作 需要我们从内心就成熟起来 以其你这样 跑来跟我做检讨 还是不如多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明白了 对不起 秦丁 为什么 是吧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睡一觉 调整好状态 是 一个人在这儿想什么呢 不是吧 这就受伤了 你以后不会一蹶不振吧 别说风链话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 第一次就失败了 受伤了不说 还看了很久的心理医生 你不用为了安慰我 编这种谎话 当然不是 我刚入行那天起 我就告诉我自己 你不认识了 千万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我保持了七年 可是我到了这个案子 我没有一步顺过 我特别懂 但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要保持自己的心态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美的犯罪 再厉害的敌人 都会留下蛛丝马迹 马尚 到目前为止 这个案子已经死了 两个人了 你的身份很危险 我知道 你小心点 放心吧 我就算真的舍得这条命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对不对 别想了好不好 不要想了